现在世界上最著名的抗衰老专家可能就要算哈佛大学的遗传学终身教授大卫·辛克莱 David Sinclair 这20年来他不断地从实验室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跟衰老相关的因素 他把自己的实验室研究应用在自己和家人的身上 建立了他自己的一套抗衰老的方法 这些方法包括特殊的运动方式、饮食的调整、营养素的补充 甚至还使用了个别的药物 无论是他本人还是采访他的人都说 他比20年前更年轻、更有精力 那么这位世界顶级的抗衰老专家 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就对他所做的事情一项一项地进行分析 今天我们要分析的就是他本人研究的最重要的发现 也是他现在每天自我补充的一种营养素 这种营养素的补充到底安全不安全 对动物有作用、对人到底有没有作用 它对我们长期的健康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在我们理解Sinclair教授用的这种营养素之前 我们需要简单科普一下几个概念 第一叫线粒体 在我们以前的视频中讲过 我们身体每个细胞 它都有一个细胞器叫线粒体 线粒体是我们身体产生能量的地方 这个产生能量的过程 它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酶来辅助它 让它整个产生能量的过程比较有效 那么这个酶呢有一个简称叫NAD Plus 那么在香港呢叫落架因子 在大陆呢叫还原型辅梅一 那么这种还原型辅梅一或者叫落架因子呢 它在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啊 水平是比较高的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 它就达到了一个高峰 可见呢我们年轻人需要的能量是很多的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它就开始走下坡路 它就成了一个我们人体的衰老的标志 那么它走下坡路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线粒体的功能就不够了 如果我们有中医讲的话 那就是气在衰竭 因为气是啥就是能量嘛 从线粒体产生的生物能量 它们的这个功能是这样非常接近的 只不过是叫法不一样 那么人呢就会衰老 既然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 那么在动物上呢这个辛克莱教授呢 就给这个动物补充啊 这种NID Plus 那么这个NID Plus啊 它口服经过消化道这些 它都很容易被破坏掉 因为它不稳定 所以呢它就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 NID Plus的一个前提 它是到了人体细胞以后 它再转化成这个NID Plus 这个呢叫NMN 我们以前的视频呢 也专门介绍过 这个NMN到身体以后呢 会变成NID Plus 或者说提高 血液里面NID Plus的水准 那么这样呢就起到了 这样一个抗衰老的作用 它发现呢 给小老鼠补充NMN 一段时间以后呢 这个小老鼠啊 在这个跑步机上的表现啊 就非常的好 功能就非常强 那么从外观上看呢 也比呢 没有用NMN的这个老鼠呢 看上去年轻很多 为了把这种好处带到人身上 就出现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呢 就是人们开始用NMN 做一种营养补充剂 在Sinclair教授自己呢 他就直接吃在老鼠身上 做实验的NMN 那么在市场上呢 就出现了大量的NMN的补充剂 这样可以口服 在一些抗衰老的诊所呢 人们直接就静脉输液啊 这个NAD Plus 非常简单粗暴的就增加了 体内的NAD Plus的这个水平 那么很多朋友就说 那这个东西到底安全不安全 吃多大剂量比较好 在老鼠身上 他发现能提高他的记忆力 注意力 甚至听力 还能够改善他们心脏 肝脏 肾脏的功能 还能激活他们身体里面的 抗衰老机制对免疫功能也有很大的改善 这样一个神奇的营养素 那么在人体身上到底有没有作用 所以呢 过去的这么多年呢 很多科学家在各个国家 日本美国都对他进行了研究 那么研究的结果呢 得出这么几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就是在人体来讲是安全的 人们用不同的剂量 至少每天500毫克NMN吃下去安全的 第二个呢 他对我们人来讲 他提到了一些提高我们的生理功能 改善我们衰老的指标的作用 生理功能包括什么呢 一个呢 就是我们运动的力量和耐力 包括运动的速度 运动的时间和这个肌肉的力量 另外一个呢 他提高了肌肉细胞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这个很重要 因为对我们控制血糖 减少我们对胰岛素的抵抗非常重要 第三个呢 他改善了一些人的诱饵的听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单单是诱饵 只是不过是研究这么发现 这个听力啊 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比较重视这个听力呢 因为中医讲啊 这个人的听力啊 是由肾气来决定的 肾气呢 就是决定人受命的 是吧 他是我们的先天之气 肾气衰老 人就衰老 所以有人说 我是年纪大了 肾气不足 其实呢 是肾气不足 身体呢 才衰老了 所以呢 这个改善听力很重要 大家可能听说过 在身体里面有一个血液指标 叫端力啊 这个端力呢 英文叫Telamere 端力呢 是我们在DN复制当中呢 要消耗的东西 它保证我们DN在复制的时候啊 不出现偏差 那么人在一出生的时候呢 这个端力呢 就消耗了一半以上 那么随着年龄增党呢 端力呢 也会不断的减少 所以我们通过检测端力的长度 来判断这个人衰老的情况 那么NM补充以后啊 出现了端力的长度增加的情况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NM的确在这个分子水平上 有抗衰老的潜力 其中呢 就跟它激活我们身体的一些 抗衰老机制有关 这个上帝造人呢 造的真的是非常精密的 它有两套机制 一套机制呢 是保证啊 让你能够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 所以它有一套 让你自然衰老的机制 同时呢 它又不希望你过早的死亡 所以它有一套抗衰老的机制 那就看这两种机制的平衡呢 就决定了我们最终的寿命的长短 当然我们讲的寿命呢 都是指我们现在身体上的寿命 身体很重要 我们为什么要讲养生呢 因为身体啊 它是我们灵魂的技术 没有身体 我们灵魂就无处存放 是吧 所以呢 身体过早的死亡了 那么灵魂呢 就没有地方去啊 我们把它叫孤魂言鬼 那简然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养好身体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灵魂呢 有地方呆 为什么灵魂一定要呆在身体里面呢 因为灵魂只有在人的状态啊 在人的环境当中 它才能够修行啊 才能够提升啊 等到我们这个身体 最终没有的时候 那么这个灵魂呢 有一个很好的去处 就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啊 上帝造人呢 就制造了这两种机制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生活的习惯 生活的环境啊 都让这个衰老的机制啊 显得比较活跃 抗衰老的机制啊 没有得到充分的基法 这种营养补充剂啊 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 如果我们小结一下 今天的视频 想和大家分享的 最重要的信息就是 塔夫大学教授 辛克兰在动物实验发现的 洛加英子 以及它的前提 对抗衰老的作用呢 在人体的研究上得到证实 首先它是安全的 其次呢 它同时能够改善 我们中老年人 与衰老相关的一些 生理功能 包括提高肌肉的力量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以及我们的听力 当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来发现它对我们健康 更多的好处 NMN已经被FDA 给从营养素下架了 因为他们要开始 把它当作一个药物研究 这也说明NMN真的有效 所以呢 这个辛克拉教授呢 才和这个药厂合作啊 把它变成一种药物 现在大家还可以 在市场上买到NMN 为了保证质量 我们也订制了一款NMN 大家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订购 关于哈佛大学教授 他的抗衰老秘诀的之一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在以后的视频呢 我们讲 他抗衰老的秘诀之二 就是他每天都要补充的 白鲤露醇 如果您希望我们讨论 哪些抗衰老的话题 请在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 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端力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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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